俄羅斯 烏克蘭緊張局勢升級 美方剛剛宣布 預備八千五百名的美軍協防北約 北約手走以陳兵東歐待命 俄羅斯軍隊則是前往白 俄羅斯執行軍演 克里姆林宮表示 會有今天都是因為美國 跟北約的動作不對 基於對俄羅斯跟西方國家之間 因莫斯科當局打算 進犯烏克蘭而高升的局勢 美國總統拜登二十四號 趕回白宮開會 五角大廈證實 預備八千五百名軍力 以高度戒備應對烏克蘭局勢 協防北約 嚇阻意味濃厚 但不代表美軍會在這之間 擔當其什麼重責大任 以在烏克蘭邊境 部署十萬軍力的俄羅斯 否認入侵計畫 目前派軍繼續前往白俄羅斯 執行軍演 將緊張升級 歸咎於美國和北約的動作 平平 美英相繼撤出駐烏克蘭使館人員 顯示情勢不在安全 北約宣布全兵軍備 東歐待命 秘書長史托騰伯格二十四號聲明 北約將繼續採取所有必要措施 以保護捍衛所有盟國 並歡迎盟國在軍事方面提供額外協助 目前丹麥將派遣護衛艦 部署F16戰機至立陶宛 西班牙派遣艦艇加入北約海軍部隊 派遣四架戰鬥機至保加利亞 法國則有派兵到羅馬尼亞的準備 愛爾蘭宣布基於俄烏情勢緊張 俄羅斯原定在愛爾蘭外海的軍演已不受歡迎 公視新聞 黃瑞麟編譯